娱乐至此金钱之上 一日一更的全美又来了 新版《红楼梦》导演李少洪 谈及杨洋 难掩厌恶无奈 直言 我不评价他了 我觉得我不想评价他 对于演员红了就离开 李少洪一直看得很开 很多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可能有永远不散的演习 我觉得离开是必然的 说明他从家走向社会了 你让他走向社会 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 不是金钱上的 也不是机遇上的 而是他自身的能力 为何李少洪独独独抓着杨洋不放 多次痛批他是白眼狼 甚至在社交平台公开对方黑料 从军艺校草 前途光明和老东家打官司 被责骂白眼狼 如今成为顶流 多次被央眉称赞 他经历了什么 1991年 杨洋在上海出生 祖籍安徽 父母年轻时 离开家乡 在上海闯荡 爸爸经营建筑设备 妈妈以照顾小杨洋为生活重心 他遗传了爸爸妈妈的高颜值 在幼儿园时分受小朋友欢迎 但他不像别的小朋友 喜欢到处跑跑跳跳 一放学 他急忙就拽着妈妈回家 打开电视 看各种艺术表演 绿油油的军装印在他的眼里 流进了他的心里 埋下一颗渴望的种子 小小一只聚精会神的模样 逗笑了妈妈 妈妈不想他总是孤孤单单的 干脆直接送他去学舞蹈 教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就这样 六岁的小杨洋进入了舞蹈的美妙世界 他对舞蹈的认真和天赋 打动了老师潘华洞 对他更加尽心尽责 为了给他打好基础 反复练习基本功 严苛到 每一次压腿的角度 都要和前一天的一致 他也没有辜负导师的厚望 在同龄人肆意玩耍的时候 他整日待在练功房里 日复一日 枯燥的练功 没有击退他的热爱 反而乐在其中 时间匆匆过去 小杨洋跟着潘华洞学了六年 康石基础的同时 拓展了他的视野 悟性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好 已经很得老师的风采和审韵 经常外出比赛 拿了不少奖项 多年风雨无阻的坚持 让他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邻居见到父母就不停的夸赞 羊爸羊妈有眼光 给儿子发挥空间 独占凹头 妈妈顾不上高兴 她马上小学毕业 还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多年经历在舞蹈上 文化课成绩十分一般 而且外地人只能在上海读到初中毕业 妈妈想让他在上海舞蹈学院学芭蕾 潘华洞则是建议他去考解放军艺术学院 两人各有各自道理 可他还是对老师的建议忍不住兴奋起来 原来潘老师早就看出了他心里的小算盘 他经常看着文工坛演出的蝶片发呆 自以为藏得很好 其实都被老师看在眼里 帮他做好了打算 两所学校洋洋都通过了考核 最终他选择穿上那身绿油油的军装 圆了自己的梦想 妈妈虽然担心他离家太远 军队太苦 但看着儿子眼中闪烁的光芒 只好放手让他自己去闯 2003年 洋洋进入了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就读 也正式入伍 成了一名军人 军艺是全封闭式的教育 一周只能出校一次 建一次父母要等一个月 除了上课就是练武 不能打游戏 也不能上网 更别提有其他什么不良的兴趣爱好 军艺的苦也造就了他很纯粹的心 刚进学校时 洋洋连袜子都没洗过 他偷偷找同寝室的战友 补习日常生活 直到央视来部队拍摄儿童节目 他已经能熟练的教大家洗袜子 又快又干净的技巧了 入学第二年 他就稳居专业第一名的位置上 他长相俊朗干净 性格谦逊勤奋 再加上成绩优异 俊装气质加成 不仅深得校长 老师喜欢 还受到了众多女生的追捧 军艺帅哥一日游的名头 传遍了北京艺术院校 很多女生不辞辛苦 结伴来到军艺 只为瞻仰洋的风采 洋洋没有太多精力 理会其他人的目光 他全身心的投入在 舞蹈练习和提升上 学得越多 越知道不足之处 看得越多 越知道自己的渺小 懂得越多 越是谦逊好学 第三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 加入了南京文工团 和文工团同志们 一同演出比赛 15岁时 他开始奔波在国内外的各种演出上 在不少舞蹈比赛 冲出重围 拿到奖项 但身体的大伤小伤 也是不断 学校对他十分器重 他也在做一名优秀舞蹈演员的路上 不停努力前进 2007年春节前 杨阳正在准备 南京军区毕业汇报典礼 同时还要准备 国际舞蹈比赛的参赛表演 忙得分身乏术 就在这时 李少红版《红楼梦》剧组 从解放军艺术学院 选出15名候选演员 初步确定 包括杨阳在内的6名演员 参加集体培训 剧组人员劝到嘴皮子快磨破 校方才答应放人 在多方的协调下 杨阳在毕业会演中 表演读舞 不公英后 接受了剧组的单独培训 他抱着好奇的心态 投入了培训 和练习舞蹈不同的是 需要靠语言和表演来表达情绪 和舞蹈相同的是 他需要付出耐力 韧性和汗水 两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 他见识到了演戏的世界 和原来枯燥重复的生活完全不同 可以在不同的角色体验不同的人生 最终 他凭借优异的表现成功脱颖而出 被导演李少宏选中 成为了《红楼梦》中 成年贾宝玉的扮演者 就在他犹豫是否要 往演员道路走的时候 李少宏拿出了 荣幸达 公司长达15年的艺人渊 想演这个角色 就必须潜约 杨阳左右为难 拿着合同回到学校找老师和父母商量 老师建议他把握机会 国内舞蹈演员的限制太多 为梦想发电 无法维持生计 父母看着这些年 已经完全独立的儿子 说尊重他内心的想法 但妈妈没忍住劝了一句 儿子 跳舞没办法跳一辈子 看着你身上的伤 我们心疼 杨阳内心摇摆不定的天平 终究还是偏向了演戏的一方 签下合约后 他进入了《红楼梦》剧组 全剧组演员开始同一培训 他和于晓彤 蒋梦杰 李沁也就此相识 大家年龄相仿 却经历各不相同 虽然他和于晓彤都曾学习舞蹈 但对方性格张扬 爱玩爱闹 和他爱好安静的性子完全不同 反而是昆曲出身的李沁 和他十分聊得来 两人从小被严苛的教导 表面谦逊温和 却都有点小叛逆 很快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在剧组交不离梦 梦不离交 年少慕爱男子控 两人渐渐互生倾诉 经常不由自主的对上了视线 互相看着傻笑 确定恋爱关系之后 更是连合影都忍不住牵手扶肩 无忧无虑的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 不久后 剧组开始拍摄 头一次开机 完全没有拍摄经验的杨阳就露了窃 就一个行李的动作 竟然恩接了十几次 把李绍红急得浑身冒汗 痛定思痛 为了举手投足上更接近贾宝玉 他给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变身方案 把从前刻在骨子里的仪态都放弃 从走路吃饭到微笑表情 每个动作练习上千次 好在有了不小的成效 除此外 他把厚厚的一本《红楼梦》翻了不知多少遍 真正读懂原著 才能真正读懂贾宝玉 一遍遍琢磨 一遍遍研究 才能和贾宝玉有几分相似 李绍红对他们的每一场戏 都有着严格要求 杨阳的第一场哭戏 是情闻去世 他眼泪都流干了 依旧没有达到导演的要求 李绍红走到他面前 猝不及防的给了他三个巴掌 打完立马回到监视器前 喊开始 被当众甩耳光 委屈的眼泪直流 这才有了满意的镜头 导演这招催泪大法屡试不爽 他和李沁也私下偷偷互相劝慰 一切为了拍摄 拍完宝玉与宝钗大婚的戏后 整整三天 他的肩膀和脖子完全动不了 睡觉稍微一歪脑袋 就会腾醒 全剧组上下几百个人算上培训 花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算上艰辛雕刻完成了拍摄 随后 全部主创 在上海市长峰公园 寅除湖上 首演《红楼梦》水上情景秀 剧组的前辈看到他 笑容外露 精神倍佳 众人排成一排开始水上表演 导演喊道 不然今天现场 你以跳舞的形式 演讲宝玉 杨杨连忙兴奋的点头 给大家带来了一场试听盛宴 2010年新版《红楼梦》播出后 争议不断 人物造型 色调等等 皆被苛责 评分低落谷底 网友评价 演员一张嘴 就知肚里几滴墨水 满头的铜钱 满脸的物欲 音效太过话舌天足 解说是咋回事 这又不是动物事件 看不出重拍的意义 赶快回家卖红薯 把导演李绍红气得差点病倒在床 在宣传录演时 甚至有观众当面批评指责 大家心里都有些愤愤不平 李绍红脸色不对 没忍住怒火 直接冲下台 抡起拳头就要打人 杨阳看情况不好 连忙拉住他 劝慰了几句 这才结束一场滑稽的纷争 虽然据没得到观众的认可 但经典的IP 必定有大量的观众 作为主创的杨阳 于晓彤 李沁和蒋梦杰 走进了大家的视野 国民度上升飞快 杨阳也借此 获得第四届 BQ红人榜 BQ推荐年度新人奖 接下来两年 他陆续参演了青春旋律 战争不相信眼泪 刷新三加七 新落神 终极征服等等 一些不知名的小班底制作剧 或者没什么存在感的小角色 他和女友李沁 也合作了几部作品 暗戳戳的发某博互动 两人一起夜游黄浦江 一起过圣诞 一起跨年 连网友们都发现了异常 更何况 是对他们的形成了如指掌的公司 发现两人恋情后 公司强烈反对 强制他们分手 杨阳不理解 做演员没有谈恋爱的自由吗 他们的感情 在反对声中更加牢固 不久后 杨阳参与北京卫视真人秀 防务精英之欣慰报道的录制 和他一同参与录制的 还有许久没有联络的于小彤 一次 由于队伍的任务完成失败 大家要进入充满毒气的山洞接受惩罚 在节目组的安排下 他们四人轮流使用三个防洞面具 最先出山洞的人淘汰 杨阳把面具轮换出去后 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 只能尽力憋气 他持续憋气了整整五分钟 没有一个人舍得继续轮换面具 于小彤更是丝毫不为所动 最终是教官发现他的异样 把他嫁出来紧急救援 但毒气吸入过多 已经进入体内 就此他患上了不可治愈的科技 过不单行 电视剧花开半下开拍 女主李庆 原本他饰演男主 已经处于半公开的状态 却被公司换成了李绍红的干儿子 荣幸达公司创始人李小婉的亲儿子 李宇申 和公司沟通 却只得到李绍红的一句 他更合适 他郁闷不已 不知如何是好 在李沁的劝慰下 洋洋忍辱负重的完成了拍摄 宣传期间 却传出了李沁和李宇申的绯闻 亲密照 微博互动 疑似爆料接踵而来 没有丝毫要澄清的意思 他知道这是公司的营销手段 但少年心气 依旧无法释怀 两人甜蜜恋爱多年 终究还是毁在公司的套路里 不是不爱 也不是不遗憾 但他们都懂得取舍 同处于事业关键期 与其被若即若离 似有似无的情绪影响 不如留下美好回忆 就此止步 事业爱情都失去的洋洋 按耐不住心中的不甘 19岁到23岁 整整四年的青春 他得到的只有寥寥无几的戏份 和停滞不前的演技 同年 他投资建立了上海洋洋影视文化工作室 下达的第一个决定 就是和老东家 荣幸达解约 同时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2014年4月 杨阳正式向荣幸达公司 发出解约通知函 随后 他接受了电视剧 盗墓笔记剧组的邀请 李超红得知这一消息 立马起诉盗墓笔记出品方 要求停止杨阳的一切拍摄工作 赔偿他经济损失900万 并在全国媒体中公开道歉 杨阳胜券在握 起诉荣幸达公司 提交多份对方违约的实质证据 并证明 是在发出解约通知函后 以个人身份接拍盗墓笔记 最终 杨阳胜诉成功解约 结束了和荣幸达公司的七年合作 他和李少红就死交恶 李少红某博取关杨阳 并列举了他的罪状 痛批他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于晓彤紧随其后 还转发了不少他的黑料 他虽然早已做好了万全准备 却依旧为逝去的曾经 纯粹的少年感情而上心 把伤春悲秋抛到脑后 继续剧组忙碌的拍摄生活 货别已久的大IP 他不想再重蹈覆辙 此年 盗墓笔记播出后 抹博搜索量和视频网站量 播放均为年度第一 刷新了年度电视剧点击率 洋洋人气大涨 粉丝团队日益壮大 随后 苏友鹏指导的佐尔上映 他在其中饰演笑草许歌 最终票房突破无意 在业内广获好评 《雀丰少女》播出后 他所演绎的弱白师兄 成了观众眼中的白月光 彻底稳固了暴涨的人气 获得尖叫爱奇艺之夜 年度醉剧人气演员奖 不久 微微一笑《狠青城》播出后 网络播放量突破200亿次 成为了校园恋爱的经典之作 引发极高的网络热议度 和媒体关注度 洋洋也成了观众眼中男神的代表 随后 主演的电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 不到一月 票房突破8亿 他颠覆以往的形象 在其中饰演木讷的技术宅男 接下来两年 他依旧秉承着 不要数量 要高质量的输出 主演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电视剧 《五栋乾坤之英雄初少年》 拍摄期间 不顾身体 不用替身 拍好每一个镜头 导演一度因为发现 洋洋身体异常而停拍 尽管播出后反响平平 但他的演技得到了磨练 2019年 《全职高手》播出 这次依旧是众人关注的大IP 他没有让书粉们失望 把夜修演的活灵活现 洋洋的人气再次暴涨 成了新生代演员中的顶流 次年 时隔五年 他才再次涉猎综艺的录制 加盟元气满满的哥哥 从他小心翼翼的应对 到逐渐放开 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交到了好几位合得来的朋友 不久后 参演《抗疫时代报告》剧 《在一起》 在一年 他与众多演员合作 在党成立100周年的文艺演出 《伟大征程》上 表演了戏剧与舞蹈破晓 随后 他和迪丽热巴合作的 《你是我的荣耀》播出 超过33亿播放量 豆瓣评分7.0的成绩收官 加盟青春环游记第三季 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他 今年 君旅剧特战荣耀播出后 两次被央美称赞 近期 且是天下播出 练部完全不同的剧和角色 引发了观众的热烈的讨论和关注 网友们曾说 人生就是在不同时期 反复爱上洋洋 明明产出不多 却能让大家记住每个角色 这和他不断打破自己的舒适区 挑战不同的角色有很大关联 无论是跳舞还是演戏 都尽自己最大的能量努力 对自己狠一点 才有勇气面对迎面的荆棘 重要时刻才能保持冷静 做出合适的选择 从而获得成功 发光发热 每个人的逆袭与成功 中间都会掺杂血与泪 好了 这期内容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圈美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